为啥别人的仔8岁就能长到1米5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喝这个汤 新鲜的大虾去头去壳 然后取去虾仁 用刀随便拍一下 然后剁几刀 千万不要剁太碎 免得没有口感 剁好后加入胡萝卜 鸡蛋清 盐 胡椒粉 尿酒和生粉 朝着太阳的方向 搅拌两分钟使其上劲 虾脑壳下锅 加酱丝 用小火炒出虾油 一定要加入开水 才能使美拉德反应最大化 再提前泡一点裙袋菜 一点点就可以泡发很大一大碗 它的含盖量可以达到牛奶的10倍 对孩子长个非常有帮助 等汤熬三分钟之后 再把虾头打干净 准备好的虾仁 用勺子再往边边 一勺一勺摇起来 放入锅里面 再加入嫩豆腐和裙袋菜 随便煮个两三分钟左右 调味我们只需要放盐 这样做的裙袋菜虾滑汤 汤香味美 小孩子特别喜欢喝 学会了 全家人夸你是大厨 这儿没问题 旨人夸 depending